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发病到去世仅14天 同仁堂前董事长张生于39岁因心脏病离世 同仁堂就是生产心脏病药的 他们都是医药领域的专家 但他们连自己的健康都保证不了 你怎么敢把健康交给他们 人民日报发文 病人越治越多 国人养生预防一时淡泊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花宝金教授因擅长治肿瘤 患者趋之弱物 一号难求 然而 花教授却并不开心 他说 我行医几十年 每天都在拼命看病 结果 病人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越治越多 作为一名医生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古人云 上医治未病 意思是说 医术最高明的医生 并不是擅长治病的人 而是擅长防病的人 医学技术越来越进步 医生队伍越来越庞大 而病人却越来越多 这是医生的悲哀 也是医学的失败 慢性病警喷 国人要成东亚病夫 专家预连 未来十几年 慢性病在中国将成警喷式爆发 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中国人有可能成为新的东亚病夫 2010年 我国慢性病卫生费用 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70% 而这些疾病大多是可以通过干预避免的 因此 能否阻止慢性病警喷式发生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兴衰 治疗医学是在下游打捞垃圾 养生预防是在上游控制污染源头 治病是亡养补牢 通过预防养生保健则是未雨绸缪 我们的健康取决于我们自己 预防养生是时代必然的产物 我们不能把健康全寄托在医生手里 医生该切得切该换得换 钱花完了命也没了 从现在开始 身强力壮时就多关心自己的健康 人生如赛场 健康是你唯一的保障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不是你的 唯有身体是自己的 健康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医学不是万能的 请自己真爱生命 保健养生 未病先预防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 绝不能靠打针吃药 而要靠预防为主 只有病人越知越少 才说明医生的本领越来越高 医学越来越有希望 我们知道疾病不是不健康的极致 但没有病不等于健康 预防大于治疗 知之不防 越知越忙 知之不防 花钱心慌 知之不防 痛苦悲伤 这就是养生保健的意义 在健康上 消费根本算不上是消费 而是一种必须的人生投资 很多人的困扰或纠结 来自于背后价值观的缺失 他还未真正搞清楚健康到底属于人生中的那个范畴 是必须还是必要 是消费还是投资 是不可或缺 还是可有可无 能拖就拖 医院的三句话 让你倾家荡产 你这病很严重 不过还能治 但是需要很多钱银行的三句话 让你血上加霜 我们真的很同情 你但规定 就是这样的交不了房贷 我们就得收回你的住房 养生专家的三句话 给您血中送炭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医院 是厨房 最好的药物 是营养很多人的健康 都是毁在了错误的观念里 可以有很多人替你开车 替你赚钱 替你花钱 但没人替你生病 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 但有一件东西丢了 就永远找不回来 那就是命 一个人走进手术室时 才发现有一本书没有读 那就养生之道大多数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 花光一生的所有积蓄 是变所有的大量副作用的西药 再多开几次刀 留下一大笔债务 给家人 给儿女 然后死去 可悲的是 你养的医生也不管用 而最可悲的是 很多人连养医生的机会都没有 把积攒下来的钱 再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年 都交给了医院 最后还是得很不甘心的上路 这个世界上 95%以上的人是病死的 再有钱 有失的人 就算他把整个医院买下来 也 无法挽救自己的生命 我们没有钱 还指望医院能救得了我们 今天你健康 不代表明天你还健康 更不代表十年后你依然健康 所以 爱护自己 就是减轻家人的负担 无论你多会赚钱 当你生病进医院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时的钱就如同草纸 医院就如同碎纸机 钱是你一张一张挣来的 可到了医院就要一塌一塌的花出去 可怕吗 有钱有健康叫私产 有钱无健康叫遗产 就算了